歡迎收看1月27號 星期五大年初六早安台灣 我是吳舒芮 觀眾朋友首先提供給您天氣訊息 從今天開始又有一波寒流南下了 主要來看到這一次又是北極圈的 冷空氣大軍南下影響 而這一波寒流影響的時間還算蠻長的 至少會到禮拜天 要到下禮拜的開工日才會再稍微減弱 但是雖然這一波寒流還沒有完全抵達我們的南部 但是在清晨夜晚的時候 各地地區還是一個比較偏冷的天氣 目前氣象局針對台中以北宜蘭 南投還有嘉義以南地區發布了低溫特報 今天這些地方在現在到上午這段時間 都有可能出現10度以下的一個低溫 不過在寒流影響的這段時間 我要特別提醒您最冷的時間點會是在週六日 冷空氣會達到最強 尤其是週六晚上到週日清晨會是最寒冷的時候 中部以北的低溫可能只有七八度八九度 那麼其他地區大概10到12度 沿海空曠地區還會再更低一點 可能會出現六七度這樣子的一個低溫 所以說各地感受是非常寒冷的 那麼今天開始呢 從現在寒流就要慢慢的往南壓近了 所以說台中以北今天整天會是一個偏冷的天氣形態 可能只有十二十三度 彰化以南在白天可能會稍微偏舒適偏涼一點 大概是十八到二十度 但是呢各地越晚越寒冷 也幫你統整一下在週末最低的一個體感溫度 要留意的是 馬祖地區會出現-3度 金門1度還有澎湖3度 另外在新竹苗栗彰化4度到5度 基隆還有桃園台中以及嘉義等等6度 台北新北台南還有南投宜蘭7到8度 那麼其他地區大約是在9到12度左右 這樣子寒冷的天氣要一直到星期一星期二之後 比較回暖才會稍微有減弱的感覺 在這之前大家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了 那麼除此之外呢 隨著這一波寒流南下也帶來一些水氣 不過主要還是在銀負面地區 像是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以及恆春半島 今天的降雨機會稍稍增加 但是目前看起來雨勢並不大 所以說在北部還有東北部地區 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今天是有賞雪的機率的 但是我要提醒您的是 偏偏在這一次冷空氣它比較明顯下降的這個時候 水氣可能比較偏乾 因此如果您要去賞雪 去追雪的話可能要稍微澎一點硬氣了 那麼接下來幾天的一個降雨趨勢呢 我們帶你來看到在今天水氣稍微偏多 但是只有在北部東半部地區 那麼中南部地區還是多雲稻晴適合走春的天氣 另外在週末的時候會出現一個轉變 禮拜六清旋到上午 銀封面還是會有一些水氣 所以說在山區也可能會有一些零星降雪機會 但是到了下半天開始要慢慢轉乾了 所以說各地可能都會從有一些多雲 變成慢慢轉晴的一個天氣狀況 特別是在北部地區會比較明顯 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降雨範圍就會縮小到只有花東地區 不過也只有零零星星的 而到接下來可能在週三之前 都會是一個偏乾冷的天氣形態 也就是說下禮拜一 應該是太陽公公陪大家一起開工喔 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因此如果說要趁最後的一個假期 趕快洗衣曬背啦 可以好好把握在禮拜六 一直到下禮拜三之前的這一段時間 那麼同一時間也帶給您 接下來的一週天氣預報了 北部地區從今天開始一路還冷到禮拜天 開工日的清晨也還是冷 大概就是9度到10度 但是白天開始溫度會回升 到了下週二的時候 溫度會來到20度以上 中南部地區呢 未來五天都是多雲稻情的好天氣 但是上面的高溫是南部地區 大約是落在21到25度 下面的低溫是中部地區 有些地方像是週六日只有8度左右 今天可能低溫也只有10度 不過要留意的是 可能在週末兩天會有浮射冷卻影響 局部地區溫度一定還會再更低 至於東半部地區要留意的是 宜蘭地區未來幾天在週日之前 可能都會有比較高的降雨機會 但是到下週一二的時候 也會轉為一個多雲稻情的天氣形態 依舊感受是非常的寒冷 低溫大概9度到10度 那麼花東地區呢 也看看是在今天水氣比較多 不過接下來幾天慢慢的轉為多雲到晴 而至於溫度方面呢 也要特別留意的是 在早晚的低溫也是在10度到12度左右 要到下週一二的時候也才會稍微的回升 總而言之呢 在降雨方面今天要特別注意 明天開始逐漸轉乾 但是溫度的部分反而是週六日兩天最寒冷 一直冷到星期一的清晨 所以說下禮拜一開工日的時候呢 觀眾朋友出門記得一定要穿得比較厚 比較保暖一點 而另外如果您要好好把握 最後的週末假期來走春的話 要留意中南部地區日夜溫差很大 北部東半部地區整天都是一個偏寒冷的天氣形態 以上是這節的氣象中